好来在这一边呢我要跟大家讲那个垂直于AB 然后经过C然后C在那个AB的这条线外面 然后呃有的时候呢他是给我们一个三角形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三角形ABC 然后他要找那个Line that perpendicular to Line AB垂直于线AB 然后他经过C OK就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垂直于AB经过C的时候呢 C在AB外面所以他其实是画这一种东西来的 OK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开那个圆规 然后你就插在C那一边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就在这一边呃 你可以随便开一个那个大小 OK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边画 OK接着你就插在这一边 然后再换边 然后在这一边这样 这样OKOK 然后你就可以拿他这一边这样垂直下来 OK在他交叉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垂直于AB OKOK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 OKOK就 呃 你再 NU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有 垂直于那一个垂直于那个呃 他在这一边他就有呃 就是假设所这一边有一个M 然后这边是90度 他就是说 呃 Perpendicular to AB 然后他就经过C OKOK 然后我们的这个C是在点外面 然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三角形ABC 这样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点嘛 可是事实上我们是用这个点啦 这样 OK 然后所以他是CM垂直于AB 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类型的题目 在PT3 EMR 时常会出这一种类型的题目 所以呃 在所有的90度里面 最重要的90度是这一种90度 嗯